经传媒记者庄全程报道陆军航特部空降训练中心 经31日实施汉马车空头作业 顺利将重达约9700磅的汉马车 自1100尺高空空头着陆 成功验证国军联合空降作战能量 清晨6点20分在屏东昌龙农场 空军第六连队CE30运输机飞越目标区上空后 重量9700磅的汉马车在拖曳散受锋利牵引下 迅速自机舱内拖出 另与汉马车连结的三顶G11A头雾伞 也在拖曳散的力量牵引下张开 使汉马车能在1100尺高空中平稳安全着陆 陆军特指部空降训练中心空头联 就是整个空头任务的灵魂单位 从重达9700磅的汉马车到几十公斤的名声物资 武器弹药及油料补给等装备 都能透过各式装载捆绑技巧与伞具运用 确保装备从天而降 精准降落目标区 立即投入作战 而整个着地距离只能偏差在50公尺以内 比起人员跳伞还要困难百倍 汉马车落地后 先前完成设置的ME伞具解脱器立即启动 将车体与G11A头雾伞完成分离 使车辆着陆后不致持续受到伞具的影响 产生晃动甚至翻覆情形 仍能确保武器装备的安全